现在因为大陆的清零封城 现在在海运再掀起抢舱大作战 这个抢舱大作战 到底抢得有多凶 都会来告诉你 另外长荣的兄弟之争 现在越演越烈 张国华进来说 长荣国际 我现在呢 我们知道它在长荣配析上 让市场失望 但没有想在长荣国际上 它怎么配呢 它说本来只要配十块 那你加码配十二块 十五块都不可能 你既然加码从十块 一下子跳到二十七块半 这什么意思 我们稍等也来解读一下 有什么选拥配到二十七块半 对 那其实目前来讲 对货运很多人给予很大的期待 但是你看那股票 这样软软的手 到底是怎么 两个乱象 第一个乱象 当然是上海 三月二十八号的临时封城 那这个封城是分区域在封城 但是如果从人的话 你只能在小区 只进不出 那如果说 从这个 整个工厂来讲 要么你就封闭式的生产 要么你就在家里上班 那另外呢 有台商说 我买到机票呢 要回台湾呢 但是我怎么出去 没办法出去 你除了用直升机调出去 所以这个非常麻烦 另外因为担心疫情的一个爆发 现在上海很多连那个体育馆都在建方舱医院 很多小医院的外面也在建方舱医院 问题是你如果揽了以后 你要送去 你送不去啊 所以现在日本包括全日空 所有的货运全部停摆 所以日本的UNIQLO 在上海有一半的店关掉了 迪士尼呢 它也全部关掉 迪士尼已经 今年到今年已经去门两次了 再来的话 超商啊 超商几爆了 有个人说 我这辈子第一次 害怕 没有饭吃啊 所以超商在抢 抢货打架 为了要揍的东西 真的恐惧 恐惧恐惧不天亮 有一个比较强的 整小的泡面这样走进 放在那里 你都不敢做什么 另外竟然出现 有人在自己的地板上 摆了很多蔬菜水果 所有的食品 在那边炫富啊 又回十七时代 那时七时代 炫富就会被人家的 牧草给人家的牧草 你知道吗 所以说最害 现在出现很大的问题 以前是用珠宝炫富 现在是用青菜炫富 对 结果呢 我们发现这一次呢 两岸的整个货运呢 完全都停摆了 货机完全都不飞了 那当然对台商 尤其是苏州的台商来讲 他们非常担心 因为台这个苏州的司机 到上海去呢 他要经过 十一加三十四天的 一个整个 隔离 隔离 那这样的话 苏州都没有了 要怎么 台商只要找一家 那个他叫做货拉拉 也就是他们上海的一家 物流公司呢 在整个帮他做 问题是 没有货就是没有货 所以这次深圳跟上海的一个 整个封城呢 那么对货柜呢 来讲呢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打击 所以上海的一个 他的航交手 他的一个货柜集装箱呢 是连续十个礼拜的一个下跌 不过好到了航空 因为你现在有很多货 真的是不能等的 所以三月的航空的货运呢 他已经是涨了十%到十五% 甚至大家预估 四月一号到四月五号 有很多那种 暴富性的一个出口 因为没出去 会败的 可能要拉到 二十%到三十% 那这一次 特别是这一次的封城 我们要稍微插播一下 讲一下这一次封城 这次封城 虽然现在上海港 还没有完全封 是半封状态 但是上海港 对中国非常非常重要 上海港不只对中国重要 对全世界都重要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集装香港 对 那上海港它其实它在整个中国大陆也好 它是航空以及航运的整个枢纽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货柜来讲 那货柜上海它在2010年 它就全世界最大的货柜出口 那它的2023年就是货物货柜 全世界第一名 那在2021年它已经超过新加坡 它一年的出口的货柜 超过956个货柜 另外上海在全中国的GDP 它占了将近4% 3.8% 那金融8.6% 你就知道上海多厉害 那回到空运这个部分 就这个航空的一个货运这个部分 那么中国它有所有的 将近二分之一的航空货运经过上海 那另外它有三分之一的货运搬机 是经过上海 另外30%的能量的货运食品等等 经过上海 所以目前来讲 很多的一个东西都在东海飘 问题是内地的人在家里一等 等不到就是等不到 所以这一次的上海的一个临时的封城 对整个所有的海空完全乱了套 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好 航运有两大乱 第一是上海之乱 第二是长荣之乱 也来讲讲长荣之乱 好 那长荣呢 我想在2月25号它的长荣国际变天之后 那张国华最近频频的上媒体 而且温情喊话 我们四个兄弟啊 对不对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但是听说他们的兄弟感受不到那样的善意 因为他底下动作频频 有人说他是明修站到暗渡陈昌 那最近呢 星宇航空就有一个照片出来 那很明显的 他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那个蒙蒙隆隆带着钢盔的 那个应该是这个张国伟 另外上面有那个空中巴士330A的一个 星宇航空的货机飞过去 然后他又加了注觉 他说谁的胆子那么大 敢飞过这个老板头上的飞行员吗 还是那一个照片手抖 照出来蒙蒙隆隆的那个摄影师 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 你没有错 你大哥讲话 我讲得很好听 但是我们感受到的是那个 蒙蒙隆隆的善意 完全几乎没有善意 而且你从我的头上踩过去 那讲到3月22号那一天 也就长荣国际的 他们前一任的董事的 最后一次的董事 柯立青主持的 因为2月25号变天了 那那一天临时冬季 本来长荣国际要配10块的现金 临时冬季拉到27.5块 这也太离谱了吧 10块钱拉到27.5块 我们讲的是长荣国际 那我们知道长荣国际 是长荣的控股公司 长荣有这么多小股东 你不配多一点 长荣国际就去那些高党银行 在那些高党银行 为什么配那么高呢 好 那我想最离谱 没有讲你可能还不感觉 10块27.5块的感觉 长荣国际的资本额是40亿 他去年赚28亿 就EPS7块 那7块赚 那个配10块 大家可以接受对不对 7块 配27.5 那拿什么出来配 拿未分配的盈余出来配 那他本来的未分配盈余呢 是219亿 结果一配 配完以后 剩下多少 136亿 所以赚没尽量配 所以他们现在其他的三兄弟说 我感受不到你的诚意 为什么 不是 这是为什么 对 筋配啊 筋生体生费 怎么说 因为长荣国际他本身没有业务 他是控股公司 是 那他原来的业务是什么 原来的业务就是航空代理 就是航 这个航务代理 航务代理就代理谁 代理长荣航空 以前的长荣航空 那代理这个长荣航运啊 结果现在把他拿掉了 另外他这个部分部门 有两千多名的员工 全部归鉴 归鉴到海运 归鉴到航空 另外他还把那些硬体的设施 全部卖给海运 还有在利用最后那段时间 更改公司的章程 把那个航运代理那四个字 把他拿掉 一后一头上 这个资金公司就完整 都没有 一家人就没有 我们说去年赚28亿嘛 现在一户就没有了 然后金库打开 钱拌出来 大家拌一拌 那不是要分家了吗 不只是分家 长荣国际既然让弟弟派拿走了 那哥哥说 我趁我还在的 最后这一次董事会呢 这一次的会议呢 我把你全部搬空 对 搬了 我们来看这是 他们那一次的董事会会议 就决定 本次营运分配案 你配发现金鼓励 每股27块半 也就是说 长荣国际本来是哥哥掌控 现在变弟弟掌控 你的金基母 你最赚钱的业务 我通通拿掉 给长荣自己去做 你仓库里的现金 我通通搬走了 是要把这间公司拌 扛就对了 对 所以说扛扛 所以这个事情你怎么说 你一直在说 大家坐下来谈 怎么谈啊 好我们回来看 那航运股怎么操作呢 现在航运股呢 在短线上 同样面临际限的压力 而且融资 还是处在高档 对 那其实来讲 这一次长荣是死作用者 因为第一次剪之后 而且一剪就剪得那么大 造成社会的观感不佳 所以我常常举外国人的例子讲 外国人他们说 他们的有钱人 只有八个字 不是肮脏就是苍伤 我觉得台湾的有钱人 真的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 让人家的想象空间 那你现在季线跌破了 那季线跌破马上拉起来 为什么 还是有人会进去 因为你想想看 去年的第一季 三家平均七块多 今年的第一季 有可能十五块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塞港 塞港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所以我觉得它今年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航空会不会比海运好呢 航空就是刚刚讲那个 因为有很多东西 它都站在季线之上 是 航空现在就第一个 很多东西 真的不敢放了 你还在东海漂会搬起来 所以我只好 流血我也要去增那个仓位 那这样的话就 10% 15% 20% 30% 现在不是这个 你另外还要再加 燃油的附加费 附加费我再跟你说 因为油漏了很多 不然你拿油来加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疫情如果返下来 战争减少 石油一定会下来 战争只要一停止 石油就回到七八十块 它有这些想象空间 所以你认为航运可以买谁呢 谁最好 航运其实长荣扬明都可以 那如果从技术面来讲 阳明它是比较漂亮 好我们来看26009的阳明 阳明是比长荣漂亮 是因为阳明仍然要 稳在纪箭之上 对 就大家本来预计 他大家都说 一定分十四块 来 去年 去年 了解 结果分二战 期末日 你的生意有败 长荣的生意就是不败 所以你那些 你那些都乱 我跟你说 对公司的形象就有败了 那再来的话看航空 那航空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 华航跟长荣航 长荣航看起来是比较漂亮 好 我来看26008 来 我们来看K线图 那K线图它就比较漂亮 所以理论上来讲 它上面压力很少 压力非常的少 所以理论上来讲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做 但是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 战争一停的话 这两个航运航空都会飙出去 好 所以 航运股可以做多吗 认为航运可以做多的 请举圈 请举牌 航运可以做多吗 我们来看一下 想好了吗 来 一票差 一票在中间 两票卷 两票卷 一票差 一票在中间来 举插的是陈彦 航运为什么不能做多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 该知道都知道了 我觉得没有新鲜感了 没有意外的惊喜 没有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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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先布连之前 我已经知道它长怎么样了 那航运里头是航空好 还是海运好呢 选海运的给圈 选航空的给差 请举牌 如果海运航 航空给你选的话 你到底选机票还是选船票呢 好 我们看到 只有一票圈 来 魏运 因为我觉得这个 航空还是会有油价的一个 这个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现阶段的话 我觉得说 目前来看 以华航跟长龙航的一个状态 就如同我也蛮认同献哥讲 长龙航的状态应该会比较好 谈完航运之后 回到台北今日最重要 时间滴答滴答 现在只剩最后两天了 投信这两天到底会偏了命 认真作账还是认真结账呢 但是今天投信倒是回头买钞 虽然买钞的数字不大 投信在今天买钞13亿 但他回头买什么呢 回头买涨价题材 新唐和神准在今天供到了长平板 那么来解解投信 同时稍后要解解当冲 嘎空股 我们先请陈彦帮我们来解一下投信 最后两天你看投信完怎么做 好 基本上 我觉得这一次投信 做得很精准 我问你该结账的结完了没 还是还没结完 这一天还在卖 我觉得还在卖 而且有一波 因为之前这一波 他们其实这一段做得很不错 也赚钱的 他其实一定会下车 但是你看有一些是 这个月几乎是下半个月才进场的 其实他现在还在努力地加码 而且我认为他不会只划过这两天 有可能就一路划到 甚至四月这段时间 换句话有些个股行为边拉边出 有些个股会做到下个季度 我们来看今天投信到底买了什么呢 在今天买超13亿里头 第一名是新唐 在今天亮灯掌平板 好 台瓣 联电 齐鸿 顺德 买了台飞 智原 金箱店 神准 在今天也是大涨 还包括强貌 所以我们往下来看 投信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边拉边出呢 我们帮观众朋友统计 统计投信连续站在买方 股价又创新高 量价又齐央 外资又同步站在买方的 我们设了非常多的条件 我们今天要吸血 有新唐 神准和美食 等会请陈妍帮我们来解 但是在比较担心的部分 我们也帮观众朋友整理 在投信里头转为卖超 股价跌破 无力均线 容俊又退潮的 有华通 中红钢铁和友达 好 其实基本上 我们去看到 投信连续买的这几个 上面这三个 新唐 神准跟美食 都有共通的一个现象 基本上他们的去年的 第三季 第四季的营运 都持续向上 而且延续到 今年的一二月的营收 表现还是很好 所以我认为 投信已经看准 他们今年上半年的营运 会持续稳步向上 还有一个就是从 获利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新唐 他第四季赚了2.69 神准第四季赚三块 假设今年这个获利 能够维持的话 股价并不贵 我认为投信 想的是这个思维 但是现在会不会来到 灰姑娘先杜拉的11点半 好 基本上也还有 也还有半小时 半小时可以做很多事 以我来讲 我半小时可以做 非常多的事情 藏心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是可以 但是你 娟姐你注意看 像这个昨天 新唐是不是出了一个上影线 大家是不是认为他要跌了 其实今天的 红K的一个反扑 其实告诉大家说 就是一个换手而已 创新高 就是一个换手 所以我认为现阶段 这几天的一个行情 如果尤其是 刚才昌星不是在讲 这个战争的情况 如果真的和缓的话 可能投信一鼓作气 就有可能把这些股票 拉上去 那这有两种操作模式 一种操作模式是 你有的话你先不要卖 对 有的续报 你等它转弱再卖 有的续报 所以一种操作模式续报 续报 另外一种是 我给你拚下去 空手 空手进去追 要不要 空手基本上我认为 来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真的假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它能不能延续很长 这个时候叫我们追 其实我做股票是这样 就追啊 不然叫冠军来嘛 今天没来啊 不好意思问他 你带得这么大一条吗 对 就先追再说 好 那我们讲一下美食 因为美食我们昨天 飞行师特别提醒了这档 跟我们在今天大涨 对 没错 所以你看其实 投信在近期持续的 通常依照 因为以前我在投信嘛 我跟各位讲 我们在结账 那你们投信都做别人的钱啊 所以不疼 在做账前我们会做的股票 基本上我们会 至少拉一个礼拜啦 至少一个礼拜啦 但我这个不是跟你讲 一个大波段啦 我就说至少这个礼拜 我觉得 最后再办 这最后现在十一点半 如果只剩最后半小时 还能拼就行了 对 而且我明天还会来 你明天还可以再问我嘛 对不对 好 那再来 所以这可以适度追假 来 我们来看下面楼下 下面的部分 我觉得 第一个中宏跟友达 我觉得友达的部分 就不用讨论啦 这个基本上 这个一定是 大家就是 也不要讲气质离必需啦 已经成为台股的虐貌现场了 那中宏的部分 我觉得要担心的是说 原本上涨的那个因素 就是战争的部分 如果一解除 可能大家对它就没有兴趣 但是有基建啊 有基建的因素啊 美国啊 中国啊 到处都要基础建设 包括连乌克兰都要重建啊 没错 没错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等回来 再看当时的情况 我觉得短线上 而且很多券都已经开始在撤退 你就没有嘎空的这个力道 滑通的部分 我觉得它券也在撤退 是比较可惜 因为券撤退你没有办法嘎空 我觉得主要还是上海封城 对它的影响 但是它的基本面 我觉得是OK 因为它第四季还赚了一块钱 所以如果它压回 压回我觉得可以看看 封城的情况 再来做决定 所以这档算比较特别 其他我觉得还是避一下 提醒大家 好 所以楼上信堂神卷美食 持续再创新高 真的可以追价吗 意高人达到的观众朋友 只有这两天 要不要进场去抢短呢 任同可以抢短的给圈 来 我们看到一票差了 两票差了 两票差 两票圈 来 魏远 太高了 太高了 对 就是这样 你比较小 好 来 憲哥 没有 那个 是一啦 祝他幸福安就好了 对的喔 好 你买到 祝你幸福安 蕾哥 老师说我没买 我也祝你幸福安 你买到 祝你幸福安